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距离游泳 蝶泳 用名蝶式 或称海豚泳 是由蛙泳演变而来的 外形像蝴蝶因而得名 蝶泳需要很好的技巧和强健的肌肉 相较于其他三种泳姿 对初学者来说是最困难的 说到台湾游泳选手 想必大家都会想起 台湾蝶王王冠宏吧 他2019年在世界青少年 游泳锦标赛 200公尺蝶式决赛当中 以1分56秒48的夹击 达成奥运A标 是台湾时尚第二位 达到奥运A标的游泳选手 在国际游泳联盟 200公尺蝶式项目上 他也缴出了漂亮的成绩单 以1分49秒89 一局打破当时的 世界青少年纪录 也是台湾首位 打破史情纪录的选手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台湾蝶王王冠宏的音资吧 想看更多有用的精彩赛事吗 敬请锁定MO Esports 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